飛龍瀑布旁救難人員架設繩索 奮力攀登29公尺 天色已暗 消防人員賣力搶救 因為43歲的男子 跟其他四男四女 總共9個人共組溯溪團 6號晚間7點多 不慎跌落水面摔傷 急著送醫 消防隊員將傷者 以卵式單架固定往下送 一度卡住動不了 還好大夥起立救援 終於順利把人送到瀑布下方 傷者男性43歲 瀑布胸部疼痛 嘴角流血意識清楚 飛龍瀑布是霧台秘境 風水起水量湍急 得有塑溪裝備才能前往 枯水期只要沿著溪床 往下游步行20分鐘就能抵達 不少登山客取值若霧 但不小心就會發生危險 之前也曾傳出游客 遇到溪水暴漲受困的意外 警方提醒民眾要多加留意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